佛借者如来利益众生之守物 佛陀要帮助众生 首先要我们 佛陀有个手印是这样 这个手印就告诉我们 不要杀身 不要偷盗 不要伤害众生 你才会有福报 所以如来利益众生 就是告诉我们 不要伤害众生 贤圣修道之要皆 三姬等剑 七重通收 什么叫三姬呢 修行分成三个 动机得到三个结果 如果各位是今天来受报关灾戒 是以县世有福报 来世有福报 希望妈妈生病赶快好 希望你儿子赶快好好读书 希望家庭事业好一点 能够满怨 这个叫人天福报 那人天福报 那一定可以得到 如果以人天福报来受报关灾戒 来念一下 七世升天 七世做富贵人 这是报关灾戒最殊胜了 你平常说 我的行业是杀猪 我的行业是杀鱼 那要下地狱了 要做恶鬼了 但是你只要来受一天八关灾戒 那你先七世升天 七世做人 这就是慈戒的功德 消除二十小节 消除七世 二十小节的三恶道的痛苦 就像你现在做领导 虽然你杀人了 你有豁免权 只要你在位的时间 不能抓你去关 你下台了才可以告你 那八关灾戒就有这个 人天福报 让我们来世做人 来世升天 来世你做人 如果你发现首日一夜 八关灾戒 投胎来做人 念一下 六十万事福报 六十万事投胎在富贵 有钱自由的家庭 叫福报 就算很多人说 新加坡算有福报的地方 对不对 国家政府的制度很好 我们老百姓各个 乖乖乖乖乖 step by step 保护得很好 但是这个叫人天福报 但是如果我们以第二种根基 什么根基呢 来解脱生死 各位现在没有那个想法 哪一天你得癌症 哪一天 老公跟别人跑了 真不想活了 对不对 活得好痛苦啊 所以生不如死啊 本来就是生不如死啊 佛陀早就体悟了 生不如死啊 给你做国王 给你做帅哥 给你美女 都没有用啊 给你做皇帝 也没用啊 这个都是短暂的幸福啊 然后将来还会轮回 所以各位如果有这种根基 对于人天福报 不执着 进一步要追求解脱 成就阿罗汉 那今天要做一天的阿罗汉 那你可以享受 念一下 六十小节 人天福报 终品终身 极乐世界 一天一日 一夜就可以达到这个结果 但是最圆满的 就像各位刚刚我讲的 今天大家来说 三代祖师 做药师佛 做观音菩萨 以佛菩萨的菩提心 来受八观摘戒 那功德不一样了 念一下 两百万节 富贵自在 哇 两百万节呢 大节呢 前面讲的是 二十小节 六十小节 的富贵自在 而且如果你发言 往生极乐世界 来 上瓶往生 极乐世界 所以各位了解如此呢 不一样的动机 不一样的结果 以人天福报 往生净土 下瓶往生 中瓶往生 以菩萨道的动机 发菩提心 上瓶往生 所以发菩提心是很伟大的 各位今天在新加坡 那你不要一直骂政府啊 你说我就是新加坡的负责人 地下总统 默默地为整个新加坡的 一切环境 人事物在努力 然后这个就是发菩提心啊 所以发菩提心呢 它是承担 别人的错都是我错 我不会怪别人家 因为任何一个众生 没有成佛 等于我妈妈的生病没有好 都是我的责任 所以他不会怪罪别人 他还要主动地承担 所有众生的痛苦 帮助所有众生 昨天我们法会完了 我们赞年法师 赞奖法师 几位法师 三经半年还跑到浑墓去啊 多大超度啊 那一下 随喜功德 做了七个炉啊 轰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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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天人家扫墓 晚上我们超度 那这样呢 这个就是发菩提心啊 晚上大家可以提早 睡觉休息啊 明天要八观再见啊 但是宁可这样奉献付出 勉强自己 而且我三经半年 谁要去浑墓呢 对不对 因为大家都怕鬼啊 那事实上 那这个就是菩萨 菩萨要进入痛苦的地方 就像我们后天 好像排场 在家禽 杀鸡杀鸭的地方 去超度 好不好啊 有吃鸡有鸡鸭的 一定要来哦 你不要说 哦 n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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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你不来你还敢吃 真是的 因为你没有看到 他被杀的过程 你觉得那个炸起来香香呢 加个僵尸 加个油 太好了 真美哦 所以因为人都没有看到 他的丑陋缠冷面 所以你会觉得 他是美的 快乐的 那我想 那菩萨道 要去了解真相 要去帮助众生 所以希望大家 来发菩提心 守八观摘戒 好不好 那这样功德太大了 那你这样心间点一盏灯 超过平常点一盏灯 所以我们利用这种 八观摘戒 真上的功德 发心的功德 今天大家 大做功德 好不好 点灯放声 忏悔 上供下施 一天一夜 完成几百节的功德 这才是最会赚钱的人 最懂得生命的人 世间人赚钱是被钱赚走啊 但是功德呢 随时跟着你百千万倍 世间的钱财地位呢 不会跟着你的 使得两手空空啊 但是我们所做的善业功德之良 会不会生生世世跟着你 会啊 就是这样子的 我这辈子出家就是被我师父有点侮辱啊 你不要骄傲啊 你这辈子所享受的都是你过去是修的啦 所以你福报很大啦 每天忙着打麻将啊 然后每天忙着玩啊 那边享受福报啊 你福报想完了你就下地狱了 我被我师父点醒了 再来还跟我说 你很自私 我说我没有做错啊 你有福报 但是你没有去想想看 多少众生在受苦你都不管人家 你只管你自己 管你儿子 管你的家庭 管你自己的事业 然后呢 踏在别人头上走过去 赚的钱是我的 这个不是自私是什么 我一听啊 我心刚快裂掉了 因为我这个人真的不想自私啊 我从心里面就不想自私的人 但是我居然是真是一个自私的人 就像各位 吃肉的人自不自私啊 那就是自私啊 我们把我们的快乐建立在其他人 他替我们杀替我们住 其他动物的痛苦 这不是自私是什么 我一听我就差一点掉眼泪 我错了 所以我要改变我的思想 不要再自私了 所以我回去跟我太太说 太太 我们不要自私了 不要光我们两个快乐就好了 世间还有很多的痛苦啊 她说对对对 有道理 我们要帮助这种 她说对对对 所以我要出家 她说不对了 我跟你一起 跟你一起跑天下 不 不 不 为什么 这样还是自私啊 我跟她分析 那你还是因为自私啊 对不对 因为我啊 那这样不行啊 那佛陀说一定要 你要得到圆满的慈悲 你要有消除所有的自私 不能留一点点 不能留一点点 我不能说师父我要出家 我什么都会做得很好 但是我要抽烟 那不行的 所以我出家 我师父说 不准打电话回家 因为我师父知道 我会想儿子 不准打电话回家 家里任何人打电话来 要透过师父 你才能够接 不准到一毛钱来 因为如果你带人 知道你有钱 你带钱来出家 那你就不接受供养 你就没有感恩心 你就不知道 乞丐 我们出家人叫乞士 是一个有志气的乞丐 没有金钱 但是感恩众生 我们在家孝顺父母 那我师父说 出家孝顺众生 在家父母给你钱 养你长大 我们有感恩报恩 那出家呢 众生养你 世界养你 你要对整个众生 整个世界感恩 要有这个观念 那这样你才会 真心的去付出 所以我想各位今天 怀着这种无上菩提心 出家一天 来修行 然后呢 就可以创造无量的功德 更不要自私 来 发菩提心 受戒功德 供养诸佛菩萨 供养三代祖师 所有善业 回向六道众生 父母祖先 离苦生天 同生净土 这个才叫 清明扫墓报恩节 真正的功德 那扫世间的魂牧呢 那是一种世间的文化 礼貌 孝顺 这种表达 但是真正呢 我们初一十五就要像今天一样 守栽节 乃至佛菩萨的圣诞日 守栽节 所以各位 如果你真希望 我们累劫的爸爸 累劫的妈妈 累劫的父母祖先 都超度 那各位在 清明扫墓呢 这七天 都应该要天天守八晚 再见 因为很多人都在扫墓 孝顺 然后呢 这些人都是我们的爸爸妈妈 被扫墓的也是我们的爸爸妈妈 那我们来做 默默的回向给他们了 我们守八晚再见 然后他们白天扫墓 我们晚上去帮他做烟供 功德回向给他们 帮他们点灯 让他们看到极乐世界 用各种的方法 不过话讲回来啊 如果各位有去扫墓 不要用鱼啊肉啊 不要用这个 用饼干 然后用完了饼干 最好也不要带回来 给它打开 那个香味像烟供 鸟啊 流浪狗啊 来吃啊 所以我们晚上去浑墓 总会看到整群流浪狗 整群流浪狗 然后找食物吃啊 那个地方也是他们安全的地方 再来孤魂野鬼 也可以同享功德啊 这是最好的方法 但是在台湾的浑墓 更多的流浪汉 他们就住在浑墓区 因为他知道 台湾人有个习惯 拜完的东西啊 不想带走 很多不带走 然后他们就在那边吃啊 但是无论如何 这也是一种布施 如果你的动机 所以我们这样了解 好 继续念 第十一页倒数第二行 所以三击等见 七众通收 或月三土 就可以脱离三二道 而持续人天 或操有落 可以脱离三界 有落轮回 而静登决案 五圣运载 人秤天秤 身文言诀 菩萨秤 也叫佛秤 都要守戒律 戒为走侠 万善克备 戒为基本 各位 于今天 三月初四 农历三月初四 巨石叶功德日 一千倍功德 早上 借此 场地 三代主持国际联谊会 求受八戒 先当了解八戒名体 赤方以如等 欲依传授之 然此八戒名曰 八观哉 观者金碧之意 为金碧八事 不放故 灾者其意 以过中午不食为灾体 最重要的是 各位一定要过午不食 除非你得糖尿病 不吃会发病 当做药来吃可以 八事铸成清净灾体 故尤其八事 与灾体共相支持 用名八知灾法 须知灾一名戒 佛所自定故 戒一名灾 其身口意三叶故 以身叶齐 则无慧恶 所以我们今天身体的行为 绝对不要有杀身 偷盗 难理云狱 爱染 懒惰 放逸 这些要身叶齐 身体多拜佛 多做义工 打坐 口叶齐 则无诸过失 今天无论如何 不骂人 不骗人 不说是非 不讲没意义的话 今天嘴巴不是不能讲话 不能讲没意义的话 只能念佛 诵经持咒 劝人学佛 这些 再来心夜起 则无烦恼 猪肉夜阴 无论如何 今天内心里面 不要起贪 忱吃 傲慢 嫉妒 怀疑 不要让自己有分别心 平常你是一位漂亮性感的女人 今天你要说 没有这个想法 我今天是个修行者 不要一直那个念头定在 我是个长得不错的人 我希望我的外表被注意 那又起了烦恼 所以各位你要 你要恢复一个